雨萱 这个太离谱了 我真觉得今天你一直在讲说 元大人寿有来开会 时间人里都有 指责元大人寿你在说谎 结果元大人寿出大绝招说 我的确有去开会 可是我的开会的题目 开会的内容 我跟这个所谓的士林科技园区 完全没有关系 结果你们居然敢炮制 后来我们找到林副秘书长 这个备忘录更妙的 两点开会 中间有一大堆的记录 都是元大的记录 两点半就开完了 两点开会 两点半开完 元大有时间 把这么多的建议 给说出来吗 保安哥现在元大呢 就是柯文哲最爱讲的一句话 叫做义无反顾拼一次 义无反顾拼一次 你们跟柯文哲拼下去啊 为什么要这样讲 因为我们刚刚新介绍说 包括陈志涵 包括黄珊珊在元大发表 第一次声明的时候 他们竟然说指控什么 说没有哦 你元大乱讲哦 你元大没黑哦 因为元大说了什么 元大这时候讲说 没有 我从来没有跟柯文哲 柯师傅 讨论过在所谓软桥段 也就是北四科 十六十七十八案子吧 结果这时候黄珊珊讲说什么 说有啊 我跟你讲 我们公务员的 不会造假啦 大家都是有评有据的 而且有会议记录 好 既然你话 讲到这个份上 元大直接来跟你声明 今天他记出的最新声明 他讲说什么 本人 林立人 以及王柏腾 各位这两位就是在整个会议记录签到单上面 所写的那两位 有我们在109年12月16号 也就是会议记录当天 来各位 关键一出现了 下午四点的时候抵达市政府大楼 好像不对哦 为什么 因为你仔细看看 在这边林副秘书长的会议记录 他是写几点 两点 他写两点 奇怪 我四点才搞 你跟我说我两点就开会啊 有这个可能 来 再来他说什么 而且讨论的案子叫做 内湖数位内容创新中心BOT案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本案是什么 北投区阮桥段88 9193第1号案 保护哥请问一下 这两个里面只有一个真相 一定有一个人说谎 对 所以你看继续看 对不上 来 有人大好解释哦 说那为什么会有我的签名在里面 他说因为我有签到啊 但我们通常去到签到 保护哥第一时间会干嘛 就是去 叫我签我的 青菜签签的 上官社长我没看嘛 搞不好他说 我根本就没有看清楚 他要我签什么 而且这句话才最关键 事后没有收到任何会议记录 没有会议记录 理论上保护哥有开会的话 会不收到会议记录 对除非只有一种可能嘛 就是会议记录写的 根本不是我开的会 只有这种状况不能寄给你 所以你看他说 本人我们在那边是严重的声明 内湖中心数位内容创新中心BOT案 这才是我们开的会 好 那我们现在看完这个 再来看到 他整个会议记录备忘录 你会发现真的漏洞百足 为什么 因为他显现 下午两点的时候开会 就已经都不 原大人寿说 我是下午四点去的 对 好各位这是1点1嘛 那我们来看它更奇怪一点 来来来来 散会的时间 下午两点半 来我们来应一的念哦 原大人寿在半个小时之内 还要暖坐 还要坐下来 还要寒暄 然后他还要讨论什么 哎呀 本案系先前规划 附有政策的目的 就是设定地上权标上案 为一般地上权寄收呢 金额投资高达 281到290亿 对我们来讲 负担实在太大 会影响投资意愿 所以他要先把这项讲完就说 哎呀 你们这样量体太大了 应该要一分为三 然后呢 而且这个金额 一般人没办法花300亿 然后再来还要聊到什么 我跟你讲这个基地 连外交通欠家 而且基地变迹很大 区化比较慢 所以包括租金的报酬率 应该要往下修 应该要分开招标 保理给我请问一下 这些内容 这么复杂的内容 半个小时聊得完吗 聊不完啊 这乱扯嘛 简单讲 你如果有开过任何会议 第一个你要坐下来 你可以两点准时开会 我有很大的怀疑 好你就在大家都非准准时 两点就坐下来开会 对不对 主持人要不要先讲一下话 要不要先介绍 现在出席有哪些人 你要先寒暄 你要先介绍 主持人要讲话 主持人要讲话了以后 大家在轮流讲话 半个小时 全集合作用 保险哥 通常半个小时的会议 就是内部会议 大家走流程 没有人这种跟外部厂商 然后讨论只半个小时 清淒淒淒砍料掉 而且保险哥 刚才讲一个重点 主持人林玉宏 好我们就来看主持人 主持人最怪是什么地方 这就是当天的签到簿 元大声称说 我们没有看清楚这个名字 所以当时我们就 沒有吧 全部都沒有 這個看起來專門為元大設的區域 對嘛 怎麼可能一個訪談 然後只有一個副秘書長去 然後也沒有其他人隨行 然後元大還真的傻傻的派了四個名單 然後裡面有三個人有簽名 不是 你至少要有一些台北市政府的人吧 台北市總有產業發展局的人吧 怎麼可能什麼人都沒有 所以沒有人敢簽名 難不成元大製作之話 當然不可能 好不好 而且連唯一的應該要存在的人 所以這一場會議各位 所以簽名的人只有元大的人 幽靈會議就元大自己去到一間辦公室 然後裡面也沒有主持人 然後自己開始製作之話半個小時後 三位決定說要必分為三 開什麼玩笑 而且各位 再來講到一個更細思極恐的地方 台北市議員許舒華提報說什麼 我們剛才講的是會議的內容 我們講的是會議的簽到 但他說不只是沒有出席 而且元大跟星光訪談內容一模一樣 嚇死人了 怎麼會剛好這麼巧合 剛好這樣一模一樣 而且再來時間上也都不攏 所以各位真正最大問題在這邊 來我們現在帶你看看這個表格 你就更清楚說 為什麼一定需要元大這個背書 一定需要元大這個案子 來 各位我們先講這個時間點 在11月12號109年的時候 這時候是正式決定的時間點 什麼時間點 要把整個基地一分為三 而且來 T17 T18免投資計畫書 但寶傑哥你有沒有注意到一個很怪的事情 你看到前面總共有仿含四家廠商 但四家廠商裡面 只有一家要求要分開招標 只有星光 只有一家說要免投資計畫書 只有星光 奇怪都只有星光有這個意見 各位 你說你知道這代表什麼嗎 做話工程遇到的時候 原地遇到的時候 快點這塊沒多大我吃下來 其他人都吃得下 只有星光人獸說吃不下 然後你偏偏3比1你也不管 你要去聽星光人獸的意見 把這個東西一猜為三 而且寶傑哥更有趣的來了 你仔細看到這個系數下來 這些所有的名單裡面 特別是分開招標 除了我們講的星光人獸之外 後面這些請問在訪談有沒有意義 沒有 完全沒有意義啊 都已經決定了 你問我們意見幹嘛 不是 我現在看了這張表 都要不要仔細看 看了這張表我才知道 為什麼一定要有原大 為什麼一定要有星光醫院 因為剛剛講的 這中間有個非常大貿易 是為什麼你要一拆三 一拆三如果只有星光人獸 等於說我做完以後 本來以為說台北市政府 我就三家我已經問了四家 問了四家我已經OK了 我就幹了 後來可是你仔細看說不對 因為你找了四家以後 只有星光人獸認為要分開招標 只有星光人獸說不用投資計畫書 如果你真的要這樣說 不就啪啪光嗎 不就真的圖利嗎 所以我一定要有一個原大 不一定是原大 我要有一個人的立場 我要有一個人的意見 跟星光人獸一模一樣 我這個局才玩得下去 所以才會有原大的角色 你發現貓女獸很壞看 哪有原大很壞看 為什麼這樣講 來文哥會講 我們先把原大整個遮住 大家都不要看原大 然後跟你講金人寶 是不是要投資計畫書 為什麼星光人獸不用 你仔細看喔 廠商建議裡面 投資計畫書 就是我們講這個第二個欄位 中華也不要 原力也不要 同意也不要 只有星光要 然後原大這邊 如果我們把它遮住的話 港商也不要 鴻海也不要 反正除了原大 通通都不要 大家都說應該要有投資計畫書 只有星光沒有 那請問一下 光這一項能看嗎 而且最後適用的 是不是金人寶也要 只有星光人獸 T17T18不用 所以你仔細看 如果少了原大這個做背書 做這個遮羞布 豈不是整個標案 忽略掉這些比我們講新獸 還要來了大廠商 特別為他量身打招 等一下 照你這樣講 難道原大真的被耍了嗎 對 所以各位 為什麼原大 我們一直在討論一件很詭異的事情 就是商部與官鬥 做生意就好好做生意 不碰政治遇到這種風暴 遇到這種髒事情 通常能閃越遠越好 結果很奇怪 原大突如其來跟大家講說 沒有 我沒有跟柯師傅 我沒有跟柯師傅討論過 相關的這個北投案件 那時候大家是不是還一頭霧水 你原大沒事你繳這個禍 現在看明了百了嘛 因為原大他不願意 被人家吃了豆腐之後 還要拿來當陪跑 事後還要被消費 因為有原大這個說法 就可以驗證星光沒問題 但如果少了原大 星光這個案件 通通都是問題 所以沒有了原大 你更可以看出來 所有的表演 都是為了星光人獸 量身訂做 對沒有錯 因為各位 我們剛才細數到的 包括從一分為三 包括到免投資計畫書 到這個全力基底已經下修 從頭到尾所有的意思 都是在從109年11月12號 以及扣問者隔年決議 110年3月份3號所做的決議 都是符合星光的要求 而除此之外其他的廠商 基本上沒有這樣的要求 這樣也太可怕了吧 所以你現在反問 為什麼原大會這麼氣 當然氣 因為我跟各位報告 原大最後面連領標都沒有領標 不管T17不管T18 原大討論老半天被人家獵襲 都沒有領標 所以只有一種可能 這個沒有在說 我都跟你討論了 我都已經表達意見了 而且你都照我的意見 照我表達的去做了 為什麼連領標都沒有領標 對 保安哥只有一種可能 就是我們剛剛聊到的 如果說那份會議紀錄 從頭到尾是造假 如果說原大是被人家掛羊頭 賣狗肉 移花接木 那他當然會發聲明 他當然會生氣 他當然會跟柯文哲 一無反顧 不是 我覺得更好像是 他從頭到尾以為說 我要是內湖那塊地 怎麼最後搞了半天 我變成北市科了 而且北市科我還是陪綁 而且當時內湖那塊地 他也沒有去開會 有 他下午4點去開了 內湖創新中心BOT的案件 而且那天討論還是什麼 還是說因為我流標了 所以我來討論 所以換言之 原大真的有夠倒楣 背虎的也沒他的事 背頭的也沒他的事 結果最後面還要在後面 陪人家跑步 跑了老半天 還要被人家潑髒水 你說他為什麼會 這時間站出來跟柯文哲 一無反顧拼一隻 好 是齁 剛才講的這件事情 我都覺得血流成河了 如果一開始你想說 這個標案特別低 一分為三 沒有投資計畫素 我覺得他還可以硬拗到底 可以講就這個樣子 都是公開透明 你拿一點辦法就沒有 可是如果真的 照原大的這樣的一個聲明 你根本給我掛羊頭賣狗肉 你根本給我張關禮貸 我明明是四點開會 你跟我說我兩點開了一個會 我明明討論的是個內湖 你說我就跑去談北投的 那你根本就是設了一個局 把我騙了以後 中間你連我原大在這裡面 講了什麼話都有 這根本不是從我原大出來的 那不就真的偽造文書嗎 如果偽造文書就代表 你偽造文書 圖利廠商 你所有的罪名都成立了 這個北四科這個案子到現在為止來說 最大的破口出現了 就是原大的聲明稿 那一般來說 當然宇軒不是講到說 為什麼原大會發這個聲明呢 因為一般來講的話 的確是這個所謂公司 不與這個一般政府來鬥 尤其是現在原大 我現在形容是 原大是一個3900億市值的公司 現在跟柯市府槓上了 3900億市值 為什麼這樣說呢 好他為什麼會發這個聲明 寶姐因為他聞到不一樣味道 他發現到說 他有可能會被拖上斷頭台啊 假設這個案子有問題的時候 你說他會被柯文哲賣掉 當然假設這個案子有問題的時候 請問是誰在那邊背書 新光 原大背書 對如果新光跟北四五兩個弄這個案子 不是我啊 新光有背書啊 原大背書 但是這個案子從頭到尾就沒有的話 那怎麼辦 所以原大為什麼這時候會跳出來 他顯然要避貨 因為他知道說會有大麻煩的 不然你突然講這個 如果大家都沒事我不用講嘛 但問題是現在顯然在燒下去的時候 如果真的是這個案子來說的話 柯文哲跟新光搞這個案子 是你原大 不是我 是你原大 你原大也在背書啊 原大也背書的啊 所以你知道 誰會變成是重死之地 是變成原大是重死之地啊 所以現在原大為什麼出來講 好再來我講 事實上如果找原大本身來講的話 他現在也知道說他要加入另外一邊 來打柯文哲嘛 當然以前如果北市府還是這個 還是這個柯文哲時代 他當然不會跟柯文哲鬥 問題現在北市府是誰 講萬安 他的建設公司很多都要講萬安 另外一個他現在人壽公司 這次出來否認是人壽公司 人壽公司的主管機關是誰 金管會 金管會現在是誰執政 賴清德 所以他現在要怎麼做 他現在也知道 這個時候我就把事情講出來嘛 所以我跟你講現在破口出來了嘛 不是他要澄清一點事情 非常鄭重澄清 我不是站在柯文哲那一邊的 所以你就知道嘛 他為什麼這個時候出來講嘛 因為第一個壁貨 再來就是他現在也知道說 這個局勢 他不出來講真的不行 事情大條啊 真的非常大條 好再來就是說 為什麼要有原大 寶貞讓這件事情裡面來說話 我就講嘛 照理說從一開始的T16 T17 T18 你根本不需要找這麼多人來嘛 我就講 你只要找國內幾個大的 國泰啦 南山啦 或是說富邦 他們絕對都吃得下來嘛 所以你一開始擺明 你就沒有要找這些公司 因為同軸到尾 他們國泰有去一下子 但是後來好像也都沒有參與了嘛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找這些人來 很快就可以處理掉 但是你沒有這樣處理 你用了這樣一個方式 所以你例如說 在台北你要消化這塊土地 你要標的好價錢 根本不是難事情 你看在信息計畫區的 都誰標走 南山嘛 所以你其實你可以用這種方式嘛 所以你一開始 你的動機我覺得就很奇怪 好那你要找了這麼多來之後 你後來把它拆成三個 拆成三個 你當然要有人背書嘛 那從頭到尾背書的只有兩家 一家就是叫富邦人壽嘛 一家就叫做這個 遠大人壽 這個星光嘛 星光醫院 對就從頭到尾就兩個嘛 兩個人才同意嘛 好但問題是 如果你只有星光一家的時候不行啊 而且他一定要找另外一個是 也是如果假設最後是星光得標的話 你不能夠只有星光人壽自己表達意見 你最好還有一個同業表達意見嘛 所以為什麼把元大找進來的目的 就在這個地方 你不是只有星光人壽自己這樣做決定 還有不是這樣做建議 還有可能也會是跟你做類似案子的 所以他也做了這個圓大 他也做了這樣的表示 你想到這我就可以體會元大的心情 你搞得做小孩的 對 你不敢惹富邦 你不敢惹國泰 你不敢去惹這個南山 你欺負我 對好那在 對這個元大來說 最歐的是什麼 他不是說他去出席 就是說內湖數位創新中心的這個案子嗎 最後得標也不是他 最後得標也不是他 最後得標是偽創啊 對偽創啊 也不是他啊 所以 我都陪綁了 對 我都臉都洗下去了 結果內湖也不是他啊 對 所以他我去談這個案子 那這個內湖這個案子 最後得標也不是我 結果你被我冠上說 我有去參加這個內湖這個案子的 這個相關的建議 所以他當然覺得很奇怪嘛 所以說元大為什麼在這個時候 我覺得他的時間點也非常巧 就是這個案子開始往上燒 燒到元大之後呢 他就只好現在出來 出來講了啊 對 所以現在這個案子來說你看 一個 我相信啊 他敢發這個聲明來說話 他一定有很大的底氣嘛 就像宇軒講的 他義無反顧拼一次了 對 所以我才說 現在來說的話就是 他已經跟柯市府槓上了 那這個雙方的這個 一定要有一邊輸 這是註定的 所以這個 接下來有更多更多的發展 我覺得我們隨時都要非常注意啊 我跟你講你知道 我的第一個工作 其實是跑台北市政府 我台北政府跑了下去八年 我人生最快樂的時間 就是台北市政府耶 我都沒有想到台北市政府 這不改幹這種事情 黃山珍講喔 元大有哪些人來開會 婚姻紀錄有多少 你當時有人有名字 什麼的都可以查證 結果搞了半天 你可以想像那真的可能造假嗎 如果真的造假 那真的要有人 人頭落地了 先直接講結論 柯文哲這件事情 我覺得他今天晚上 不要做別的事了 趕快找兩大律師 黃國昌黃珊珊 明天立刻到台北地檢署提告元大 這是他唯一一個能夠自信的方式 元大金控是上市公司 對於這種事情不能講謊話的喔 講謊話的話 從總經理到董事長通通都有事情 但問題是現在真相只有一個啊 台北市政府跟元大多不起來的時候 我覺得黃珊珊出來 她跳出來說什麼 議員指控公務員造假 這一句話就是個煙霧彈啦 不是議員指控你公務員造假好不好 現在這樣算是元大 如果今天元大沒有發這個聲明 哪一個議員會去想到說 這場會議可能不存在 沒有人會這樣想啊 我們都相信你做的會議紀錄不會造假 問題是今天元大 甚至連參加會議的人簽名都出來了 這是一個最嚴重的地方就是 被你說在會議紀錄上有參加會議的人 現在出來簽名說我根本沒參加 對 那真相只有一個啊 但問題是 為什麼當時的會議主持人林玉宏 那時候副秘書長現在這麼低調 因為現在元大等於是跳出來指控他造假 對 他為什麼現在這麼低調 以北市府官方紀錄為主 以北市府官方紀錄為主的話 說謊的就是元大啊 所以今天黃珊珊跟民眾黨啊 不需要再開任何記者會啦 因為你在開任何記者會的時候 都是政治的煙霧蛋 現在唯一一個問題是 到底參加這場會議的人當中 還有誰 不是有很多是北市府的公務員嗎 現在也在裡面啊 等一下 他妙得是這個簽到部裡面出席單位 只有元大的人 照理講出席的會議不是所有人都在裡面嗎 沒有 其實在他的這個會議紀錄上面 有很多人出席了 包括什麼 包括產發局的人也出席了 包括說在這個副秘書長辦公室裡面 有一些負責紀錄的人 那下面還有寫紀錄的人是誰喔 這些人請問現在人間蒸發嗎 沒有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很快一定會所有事出 因為只要找到被列會議紀錄的人 一一的出來講 到底那天是討論北市科 還是討論這所謂的軟體園區 對 你就把這講清楚嘛 第二 時間點嘎不上的問題 因為在會議紀錄裡面 他寫得非常清楚 不只是錶頭的軟橋段 那個是在北市科的地段 寫得非常的清楚啊 這個完全沒辦法 賴到內湖科技園區 結論裡面 所謂的三塊地分開 這也是北市科的特色啊 如果說今天元大人壽 根本沒有給你這些建議 那是誰把這個打字打上去的 現在柯文哲遇到一個非常大的危機 就是他有沒有餘文 如果柯文哲找不到屬於他的餘文 如果柯文哲找不到人 要意見承擔這個會議紀錄 可能有假的問題的話 案情向上發展 柯文哲不要談2028了啦 連2026這個黨都會沒戲唱 所以趕快提告元大 否則的話 柯文哲的一市一名 會敗在這一張會議紀錄 好 回來就說 這個有可能是柯文哲的保命單 就是他是真的 對 可能如果這張 這個是假的 這個就是柯文哲的陳唐證供了 沒錯 尤其是副秘書長 他是府級的高級長官 他是只屬於這個柯文哲市長 下面就是秘書長跟副秘書長 而且當時柯文哲在府內成立 這所謂的台北投資辦公室 這個是等於是柯文哲直接指揮的一個單位 那到底是這個副秘書長膽大包天 發明了一個根本憑空不存在的會議 然後上去跟柯文哲說 好 這塊地要一拆三沒問題 免投資計畫書沒問題 有兩家壽險公司給你背書 柯文哲是被詐騙 還是其實柯文哲他明明就知道 不存在元大仁壽次長訪談 這個東西是出來要呼嚨議會的 這個只有兩個可能性存在啊 那他必須勢必一定要承認啊 像黃珊珊這樣的說法什麼 都有這場會議啊 都有這個紀錄 都有人啊都有簽名啊 他沒辦法解釋 為什麼他們都不敢告元大 他沒辦法解釋為什麼他們 現在口口聲聲都說是議員在找查 但明明是元大發了兩個聲明 4月26號 然後一直到今天 他發了這兩張聲明出來的時候 為何柯文哲方 對這兩張聲明是閉口不貪 而且如果你把整個時序弄出來 你更覺得這東西非常詭異 剛剛講啊 今天大家覺得質疑 你為什麼要分開招標 你為什麼要一拆三 因為這個是大家建議的 那你為什麼免投資計畫書 因為這個有需要 可是剛剛講啊 分開招標 只有什麼 只有星光人獸說要分開招標 今天你如果真的找人廠商來談的話 你要不要投資計畫書 剛剛講中華市可以喔 原理也可以喔 統一也可以喔 說不要免投資計畫書的 只有星光人獸喔 你等於是為星光人獸量身基礎 我覺得更不要是 那你找前面的三個 不是要找假的嗎 更不要是 接下來這個 元大 他的意見 剛好就把星光人獸 copy過來了 是 而且在這案子裡面 還有一個掉軌的地方 就是當初為什麼要一拆三 其實如果大家去看這個投標的紀錄的話 拆成三塊之後 星光人獸三塊都有投 那為什麼他要建議一拆三 各位這裡有一個機關啊 因為如果他是三塊地一起招標 這三塊地的用途必須是一致的 可是如果一拆三 他就可以三塊地分別做不一樣用途 所以呢 他可以比如說 一塊地這個做辦公室 一塊做百貨公司 一塊還可以再轉給別人 而這另外有一個問題點 因為我最近看到媒體報導啊 說新獸 因為他現在沒有計畫 他有意要把這地上全再轉手 他來當二房東 這個媒體點名說 有意願要承接的 包括國劇 可是國劇也列在這個潛在的訪談廠商裡 國劇他當時是說 你不用一拆三啊 你也不用免投資計畫書啊 他都願意提 可是最後市府決定一拆三 又免投資計畫書 照理來講 投標的資格是放寬了 可是最後 國劇卻沒有去真的投這個標 現在如果又按照媒體講的報載 他有意再去接 新獸手中這塊 所以這整件事情 他現在已經成為一個 國劇的陳太平 是我認識 我覺得這幾年來 最精明的投資人 對 所以為什麼 這個有好幾家廠商去領標 最終T17 T18 卻只有新獸去投標 還有元大這個被發明的會議 到底是怎麼樣 黃珊珊跟柯文子 這絕對跑不掉了 所以董事長 出大事了 你直接看到這個聲明 你說 真的有人人頭落地要坐牢了 這個已經是百分之一百的犯罪事實了 這個談了不要談 這個公務員偽造文書 這個慘了嘛 這個公務員偽造文書的話 這個重罪 沒有 公務員偽造文書確定了 但你為什麼偽造人書 你就是刻意圖利都成立了 當然就是偽造文書的目的 就是要推動這個星光人獸得標嘛 就那麼簡單嘛 那為了要推動星光人獸得標 它排除所有的障礙嘛 所有的目的就是為了促成星光人獸得標 那這個東西 整個以工程業來講的話 就是一個微標的一個弊案 那微標的弊案 目前按照利益所得的話 星光人獸得到的利差 根據第二標的 它兩個標嘛 它一分三後來變成一分二嘛 兩個標的價差的話 將近三十七億嘛 那坪數大概差兩千坪 換言之講 它大概讓台北市政府虧的 吃虧的有三十億台幣以上嘛 這麼簡單一個故事啊 它說 繳盡心思 花了一大堆老金 東搞西搞搞到今天案情直下 偽造文書跑出來了 破口了嘛 這個北檢沒得談的 明天就馬上就傳人 就要承案了 就一定要 這個一定要調人去 不是 剛剛苗議員講得很好 說要去 柯文哲跟黃珊珊要去告元大 他哪有這個種啦 他犯罪嫌疑人 他在傳票嘛 我認為傳票可能已經到了 麻煩的是黃珊珊啊 黃珊珊最近一系列的 幫他辯護這個事情 對 到今天還打他 他話長得多硬啊 公務員不可能造假 今天在全台灣的老百姓面前 看到公務員造假 對 而且這公務員造假 公務員跟黃珊珊有什麼關係 內行人都知道嘛 他為什麼到 他跟黃珊珊的私人的 他們做這個事情目的何在 這個到 這個進一步讓檢察官去查了 因為我現在已經是柯文哲的被告了 你知道嗎 我也不要再增加太多被告的事實啊 但這個事情我已經非常典型的 就是一個維標案 維標的弊案 維標的弊案 就圖利的星光 三十億台幣以上 這是個事實 然後這事實的過程中呢 大家都談得很開心 我先問你啊 這個名單裡面 真的只有元大一家造假嗎 這檢察官會傳來問問看啊 你說每個都要問 你說從土華工程園 原力建設統一工商綜合區 開發股販有限公司 包括香港商啦 包括鴻海啦 包括合作 全都要問了 我在這邊隨便講一講啦 鴻海會去投這種標嗎 鴻海不會幹這種事嘛 你可以跑來台灣搞這種玩意 鴻海不會幹這個東西嘛 鴻海不做政府的東西 而且鴻海不願意去跟這些有的沒有的 他要選總統要跟你扯這個東西 鴻海從來過去沒有幹過這個事 這是第一個 所以問鴻海 根本是假的 鴻海誰能做事 鴻海誰能拍板 郭台銘 只有郭台銘本人啊 郭台銘會跟你回答那些 有啊有啊有啊沒有的 不可能 所以鴻海一定 我跟你保證造假 然後第二個造假 我跟你講中華工程一定造假 中華工程為什麼 中華工程人拍板 一個人就是小沈嘛 小沈 小沈拍過 小沈就不夠 還在拍板 他哪有人力去飆這種 什麼一百億兩百億的東西 中華工程現在總資本額一百五十億 他的這個資本資產負債已經over了嘛 他沒有能力去飆這種案子 你問他幹什麼 中華工程根本是 DISQUALIFIED的公司嘛 他就是跟黃珊珊好朋友如此而已啊 跟柯文哲好朋友嘛 所以這整個是綁一個局嘛 就是把一個叫啦 他綁一個局 就是要讓星光得標 而且低價得標 目前星光獲利 按照現況 就是三十億台幣以上 這一月呢 最大的破口出現了 記不記得 柯文哲剛當上台北市長的時候 有查五大弊案 後來變成五大案 那五大案查了半天都沒查出東西 但是其中有幾位廉政委員啊 就從那個檔案檔案 那個錄音檔案檔案檔案 聽到了一個前朝的財政局長的一席話 就一頌法辦啊 現在還在打 還起訴現在正在這個 等於說打官司嘛 那現在聽起來非常諷刺 為什麼呢 因為很顯然的 這個剛剛有所會貼在 他的那個臉書上面的 這一個元大相關的聲明啊 那麼聲明告訴我們一件事 那一天我們有去台北市政府 我們有簽名 但是簽名上面的胎頭是什麼 我們沒有注意看 因為我們就來簽 開會的嘛 時間不對 事情不對 然後呢 到底 官方拍天還營用這個人頭 你知道嗎 他們變人頭啦 他們變人頭啦 元大竟然變人頭 我跟你講 這個公文對不對 這個公文一定是假的 什麼意思啊 那麼現在流出來的這個公文就是 有關於元大曾經 跟在這個北市科事情裡面呢 他有要表達一些意願 這個公文一定是假的 什麼意思 林副秘書長會議備忘錄嗎 對 一定是假的 為什麼呢 四點才到 兩點開會 兩點半散會 然後呢 已經有相關的裡面 奇怪怎麼看起來 又跟星光非常的相似啊 你知道嗎 那剛剛董事長講到一個重點 如果元大這個相關的會議紀錄是假的 另外那幾家難道全部都是真的嗎 如果有一家那麼可能造假 那其他的會議紀錄 你為什麼不認為是可能造假呢 我要是檢察官的話呢 其實我最近剛好要去這個 有關於台灣政界的一些偽造文書 我剛好要刑事告發狀 我不客氣的說 我不利於多告一件啦 很簡單 刑事告發就很簡單嘛 一定是假的 我跟你講一定要是假的 我跟你講為什麼是假的 不是台北市政府造假 就是有人故意造假 弄這個假公文出來嘛 我不利於多一件 刑事告發案 因為他偽造文書一定成立 因為元大已經跟你講 元大這麼大的公司啊 上市公司啊 元大不需要跟 沒需要跟你們去配啊 那元大聽說不爽的原因是因為 那個假的公文裡面的東西 裡面講的東西明明不是元大 他根本沒有來開這個會 然後呢 裡面講的東西跟星光很像耶 把他塞到元大嘴巴 他比成人的Sakura 莫名其妙 你比Sakura你知道嗎 我還是元大 我不爽到家啦 不爽到幾點 我跟你講這件事情啊 我們昨天在談啊 這個有關於金華城啦 還有金華城今天出來開幾次會 那個都沒有這件案子 那麼他的違法性非常的明確 我跟你講過了 這一張這個所謂開會紀錄一定是假的嘛 反正就一定是假的 沒有什麼好講的 不是台北市政府當時開會 那現在很簡單 剛剛苗伯雅議員不是講到了嗎 現在我們就看看有沒有有一個余文 詠儀退後出來說我幹的 我告訴你很簡單 我要是檢察官對不對 以我跑這個等於說司法生日幾年的經驗 我要檢察官第一個訪談的是誰 紀錄 紀錄嘛 紀錄是個小小公務人員嘛 他不需要造假嘛 請問一下紀錄這些東西 你當時有沒有開會 這些東西是怎麼紀錄 還是誰叫你紀錄的 誰要你把這個東西啊 沒有開會的內容把它給記進去 他不需要為了別人這樣子 要犧牲自己嘛 所以呢你的上司是誰 那你的上司是誰 那副秘書長到現在很奇怪 你就否認就好了嘛 就無此事 副秘書長 就無此事叫什麼 我現在在台中台北市 我不方便 什麼不方便 你現在有沒有這個公文 有沒有這個會議 你有沒有財事 我跟你講很簡單 這件事可能是柯文哲從政以來 最大的危機 因為如果萬一沒有人 萬一這個公文真的是 台北市政府造假的 那沒有漁文 沒有漁文的話那怎麼辦 那只有一個人啊 柯文哲就變漁文了 那只有一個人 為什麼我請問一下 請問這些相關的case 最後面蓋章 底定的人是誰 台北市長柯文哲啊 所以你現在的波比 波比下面的 在台北市的這個 相關的公務人員裡面 有人願意扛嘛 所以這件事情 再講一遍 本人不另於提出 刑事告發狀 余軒 你說這個東西可怕在於 在政治上面 最可怕的是第一個破口 當第一個破口出來以後 它會成一個骨牌效應 然後兵敗如三道 如果今天在北市科 真的出現了所有偽造文書 真的有非常明顯的 圖力的事實的話 那現在你的進化成呢 你的財術科呢 甚至你今天的 剛剛講的 農漁會的這個市場的改進案 你搞不好全部都有問題了 柯德哥 強導眾人推 柯文哲的第一根骨牌 已經倒下了 後續只會排三道海而來 為什麼會這樣講 首先各位 你仔細看看喔 今天如果發生 我們講這件衛造公文案 如果真的逐漸屬實的話 請問一下 他送到地檢署 檢查官開始偵辦之後 他會往什麼方向去發展 你為何要衛造文書嘛 那請問你為何要衛造文書辦的時候 他接下來會往什麼發展 土曆 對 湯汙土曆自罪嘛 那各位你說宇軒那不是這樣就沒了嗎 錯了 為什麼 因為一個人會做一次壞事 他就會再做一次壞事 人都是有慣性的 所以說 一個人會貪汙 他不會只貪汙一個 他會全都貪 貪汙是本質 貪汙是本質 好不好 如果這一案 就一定會有第二案 第三案 再來一件事情 請問檢調在他偵辦的過程當中 最怕最怕 以前五大弊案 什麼東西都沒查出來對不對 那他有個很關鍵的因素 內部人 你包括講的這些 林玉宏副秘書長也好 黃珊珊也好 請問一下 如果人看到會修公寮 看到案情逐漸要引爆的時候 會不會有人轉汙點證 會不會有人自保 當然會 對嘛 而且各位啊 你講這些大官都還別算 你知道最可怕是什麼嗎 紀錄 紀錄 栽在那種小人物手上 小人物心想 我一個月領三五萬塊 關我什麼事情 為什麼我倒楣 他就會開始報 那一個報之後 會不會開始相互猜忌 相互猜疑 所以就會陸續連環報 越燒越演越烈 而且最危險的 就會是柯文哲這個人 再來各位 我們講的叫做單一的個案 也就是單一北市科這個案子 但你別忘了喔 現在柯文哲只有北市這個案子嗎 沒有喔 還有金華城這個案子 金華城這個容積獎率 到現在說不清楚 講不明白 甚至當時包括我們講到的監察委員 當時我們講到的 到底你容積轉率 為什麼從公三變成桑三 然後最後還可以用20% 獨家自創的四種容積獎率辦法 請問一下保底個字當中 會不會貓膩 當然會嘛 所以檢察官會不會依照同樣的辦法 對 再去調會議紀錄 再去看 而且我們仔細注意到喔 不講完沒發現 一講我嚇一跳 為什麼 柯文哲的好多會議紀錄都略 都略 都略 都略過都沒紀錄 就像金華城的那個紀錄 對所以我請問一下 相干人等我們把這些 因為你會議紀錄可以略 但與會出席人是不能略 那我問一下如果柯文哲真的因為這個案子 你逃恰牙牙的 我浪槓了 我還陪你在那邊混 如果柯文哲這個骨牌連環報的話 會不會有跟最新的案情報出來 不知道 還有什麼第一魚果菜市場案 一大堆相關的市場改建案 所以你只要確定柯文哲沒有前途了 柯文哲沒有未來了 什麼事都可能發生了 對 我跟你講 大家都棒打落水狗啦 柯文哲現在還有一個光環 這個光環叫做說我是第三黨大主席 而且我這個光環叫做我手上還有巴西立委 所以每一步動見都動見觀瞻 但如今包括元大這個內部人 已經出來開了第一槍 而且是沉重的一槍 那我請問當柯文哲可能會倒下 黃珊珊可能會倒下 而唯一站在外面的黃國昌 會不會去聲援他 當然不會嘛 黃國昌說不宜自貧不管我的事情 現在忙著立法院 我忙著當副水組織 所以你看在這個情況 如果連最後立法院的一個防線 如果黃國昌最後再補上一角 此事與他無關 請問一下柯文哲會不會全面潰敗 所以不會啊 他不是只有案子 剛才講他還有台詞光 他還有金華城 他還有這個所謂的 這個果菜市場的東西 如果真的一個一個下來 每個之前大家都有懷疑 可是這件事情真的會造成 整個過去柯市府的內爆嗎 這件事情喔 其實有點像是一串肉粽 被抓出來的感覺 剛才大家在討論 北市客案子的時候呢 其實他們訪談的第一家廠商 叫做中華工程 對 這個中華工程 背後有位非常厲害的企業家 叫做沈慶金 這個威京小省啊 在金華城這個案子裡面 當然也是有角色啊 因為這個就是威京集團這個案子啊 對 金華城這個案子 我跟各位市民朋友報告 這是一個前無古人 後無來者 量身訂做的容積大放送 是在於財團囂張 市府消極的情況之下 發生了這樣的事 為什麼這樣講 來 金華城那件事情喔 他的貓膩在於說 他是一次三次長胖的容積案 三次長胖喔 我知道很多市民朋友 對於家裡要都更 感到萬分的痛苦 再怎麼樣都是225 沒辦法爭取 可是呢 金華城這個特別厲害了 第一他不是獨更案 第二他甚至也不是 違老重建案 他什麼案都不是 可是他的容積可以三次長胖 就來自於首先第一個 這是台北市政府 自己做的簡報喔 第一階段 他從監察院那條路走 弄出了一個監察院的糾正案說 容積要給到560 這是第一階段 上了第一階樓梯 這個是因為好容賓任內啊 他說不行你只有392 我不願意給你560 他從監察院弄到560之後 接下來第二階段可厲害了 監察院說你要給他560的容積 最後為什麼會再長胖 因為在柯文哲的任內 這個金華城開發公司啊 他自己提出了一個自創的容積獎勵案 因為他不是都更 他也不是違老 他也不符合任何法定的容積獎勵 這時候怎麼辦呢 他自己寫了一個辦法 說我有自己創了一個辦法 給市府 請市府你送我容積 是金華城提出來的 對 那麼跟星光忍受一模一樣 金華城提出來的 送一 你能想像嗎 我們市民小老百姓 我家裡要督幹我自己寫個案子 你送我容積交去市府 市府要不要當你神經病啊 對不對 但是沒有喔 人家金華城沒有被當成神經病 受理了之後 市府按照他所自創的四種容積獎勵 他完全不符合法定的條件 所以那四種是金華城創的 對 包括了什麼智慧容積獎勵 那要什麼呢 就是說我裝幾根充電裝 充電動車我就符合這個智慧城市 包括說什麼海綿城市 韌性城市 我搞個蓄水的地方 就符合海綿城市 然後什麼綠建築的 他說不然我任養個公園 你就給我這個容積獎勵 你知道我多少嗎 20% 所以說他原本監察院的糾正是說只要560 柯文哲立刻放送他20%之後 變成672 672 最後呢他還有什麼 最後呢他再加第三階 我容積轉移30%進來 變成最終柯文哲任內核定840% 這叫做要五毛給一塊 監察院說560 柯文哲說840 不是我覺得最重要的今天最新的發展是 那四點大學的莫名其妙的這個容積獎勵 是金華城自己提的 沒錯這個叫做錢無古人 因為在台北市以前從來沒有任何這樣案例 為什麼我說後無來者呢 因為今年2024年監察院又糾正了一次 他說你怎麼要五毛給一塊 怎麼變八百市之後 台北市政府宣布 以後啊再按照這個管道申請的 皆不予受理 所以後無來者 這件事情就是金華城自己提的 而且呢我在這邊跟大家報告 為什麼我今天在這裡講話那麼大聲 因為呢我在2021年的11月11號 我就質詢過柯文哲了 也是金華城 對我當時問他說 你覺得你卸任之後 會不會有五大案被翻出來 柯文哲說不會 他很有信心 我說金華城這案子值得商榷 結果討論完了 為什麼他自創榮基獎勵 可以送榮基之後 最後呢我提示他說你要小心 這一件一件可能會被翻出來 變成五大案 柯文哲竟然說他很有信心 這個沒有問題 結果完全命中了三年後 就是今年初 監察院糾正他的項目 所以對於金華城這案件 柯文哲他當著所有台北市民的面 在議會他為這案子背書過 他不能夠再說他不知情 他不能夠再說他不知道 為什麼案件會發展到這樣 尤其是這案子通過拍盤的時候 是由柯文哲的副市長 彭政生主持的會議 並不是委員投票 並沒有投票這個程序 他是直接採用 主席裁事的這個方式 用核議制 大家有沒有反對 沒有人說反對是不是 好那我通過這案件的方式 所以未來除了監察院之外 現在台北市政風處在查 台北市議會也組成專案小組 要來查這案子 查出來之後資料送個檢調 我想柯文哲還有黃珊珊還有彭政生 可能會收到傳票了 對 玉鵬 這件事情被你管的了 被檢調了 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我跟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這個一定有人會抓去關 這個東西過去來講的話 你不要管什麼台資光啊 這個金華城啊 這個東西來說 這個一定有人要抓去關的 這個是偽造公文書 偽造公文書什麼意思呢 一年以上 七年以下 七年以下 你要拼拼拼拼拼 你把元大建設 元大人壽給弄出來 你下面的 產業局財政局 這些人會幫你扛嗎 不會 這些人一定不會幫你扛 我現在想說如果 這個是偽造的 然後呢你這個做戲做全套的話 他們最喜歡講的 柯文哲最喜歡講的什麼 會議紀錄 錄音錄影一定沒有 一定沒有 當他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啊 我覺得 他一定沒有什麼錄音錄影 所以 到最後的話 前面那些大頭 就在法院上面跟你吵 沒有啊 你講什麼內湖 我就是跟你講T16 T17 T18 可是下面的人 就變成破口 他們一定不會扛 所以呢 這東西只要有一個人 出現破口之後呢 一個船 一個船 其他的大概 全部都扛不住了 不是我覺得你怎麼這麼敢 今天 元大真的是義務反無跟你拼 因為你剛剛講的 我是直接簽名 然後我直接聲明 聲明以後直接講說 我談的是內湖 結果你跟我講的是 這個所謂的 這個北投 我根本沒有跟你談 不但沒有談 剛剛講你不但偽造 你根本誇我的 我們來看一下 昨天元大是不是有一個 元大人獸的一個聲明 對 昨天元大人獸的聲明 其實你在對比今天的聲明 這是一個很大很大的一個改變 這個就是昨天元大人獸的一個聲明 有關一部分媒體 柯文哲就北投 士林科學園區 拜訪潛在投資人 元大人獸儀式 特指聲明 從未就該案與科前市長 或台北市政府有任何接觸 這是昨天用元大人獸的聲明 在元大人獸的官網上面 發出來的 已經發了這個聲明 為什麼今天要用個人的名義 來發這聲明 為什麼 我告訴大家 我昨天呢 就是一試一試 再讓錢沒錢 水沒錢 不好意思 柯文哲先生 我元大要下車了 我不再是你的朋友了 我惹瞎 可以了吧 結果 沒想到人家黃珊珊 繼續咬上 黃珊珊繼續咬她 繼續咬上之後呢 元大就想說 好吧 元大今天來說 這個聲明代表什麼意思 去出庭吧 這個個人的聲明 就是決定要去出庭了 他們已經 內部已經做好準備了 所以我們就來出庭吧 你黃珊珊講 元大來參加的都 有名有姓 可以查證 會議幾乎都有公務員處理 你既然講有名有姓 對 今天 我就有名有姓的跟你否認了 對 所以昨天呢 就是一試一試 我們在商言商 官部與民鬥 你竟然弄到我們 然後呢 我們就一試一試 講一下 就代表說呢 以後你柯文哲這個列車呢 我們不上了 不好意思 我倒站了 我先下車 你再來咬上去之後呢 我就告訴你這件事情 你把林立仁 王柏騰全部弄出來之後呢 這兩個人 就是準備要來 開庭用的 這個就是準備說 你到時候北極一定會傳 一定會傳的話 你不要弄到我元大 我是有名有姓的 對我是有名有姓的 就我兩個人來就好了 為什麼會這個聲明呢 因為從昨天那個 元大他自己的聲明之後呢 業界很多人在傳 欸 有跟你背背嗎 元大說 你是在說什麼背背 我就不去啊 所以你外面已經在傳說 是不是會跟你摸頭 跟你背背 是要找你來 不然怎麼敢講這種話 元大吞不下這口氣 你不要弄我之後呢 好吧 這個東西 這兩位同仁 你們就上場吧 以後北極要傳 就傳你們兩個 如果你今天可以把它切割的話 以後元大人壽就不會有事 反正 你說他不切割 對 元大人壽也會有事 如果他不切割的話 他就變成說 跟辛光 跟柯文哲 這些人獲悉你 問題是 你們其他人在獲悉你 欸人家是有好處的 我元大沒好處 我幹嘛跟你獲這個事情 所以呢這個東西 我來看 已經是準備好 要開庭了 這是開庭準備 對開庭準備 反正呢 就叫這兩個同仁 你們就好好安心的去打官司吧 元大已經跟柯文哲 以後 參不高 水不流啊 而且你真覺得 他敢這樣子偽造回說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太離奇了 如果你敢這個樣子的話 那代表還有一件事情 你這個會議紀錄 恐怕是拼拼湊湊的 那你拼拼湊湊的 你到底是經過幾個人手 你犯罪實務上來講 一個人的話 是最好保密的 你一邊是一個簽名 一邊呢是出席人員 另外一邊呢 又沒有人蓋章 所以這個一定很多破綻 等一下 之前講的柯文哲 他有牢獄之在 他要接傳票 我都覺得 真的假的 結果我今天看到的 真的 我真的相信了 你記不記得 我在上個禮拜 就講一句話 我說柯文哲是看討嗎 看討嗎 才有什麼意思 不在生西門 看討嗎 台語是什麼意思 你不知道 就是他不怕 他外行嘛 有律師跟他講 你現在不能講話 因為你講話 你將來的傳票 就會傳到你 就跟你有關嘛 那講錯話 這第一點 柯文哲已經有警覺性 甚至於我認為 已經 我知道 台北市政府已經 跟北檢有聯絡 北檢已經在一段時間 在要求 政風提供資料 這是第一段 跟你講一個問題 關鍵點 如果柯文哲不講話 為什麼黃珊珊跟陳志漢 每天講話 這個就是另外一個 好笑的問題 所以我們就反過來看 其實黃珊珊講的話 是多餘的 他今天不講話的話 他不會被傳 沒錯 今天他講這個話 那這個妨礙 這個所謂的 不是 元大本來不發這個聲明的 是被你黃珊珊逼出來的 對 那今天這個偽造文書案 一定 我是檢察官的話 100%傳黃珊珊 已發言了嘛 這表示你知情啊 那你本來這個陳志漢是一樣 跟你沒關係的嘛 你怎麼知道他是真的 結果大家這邊 是假的嘛 因為這個副秘書黨 不敢簽字嘛 那這個副秘書黨 是黃珊珊的人嘛 你的戰狼小姐姐也有事了 對 所以我跟妳還有一個 所有列明 在會議紀錄上面簽名的人 通通會被收到傳票 因為我是檢察官 全部傳來嘛 因為每一個人 都有可能參與會議 因為我多問幾個的話 知道說你們每一個人講的不一樣 不一樣的地方是誰 都可以傳 當然不是 我姐在外一定傳 會議紀錄上面 所有的民間通通會傳 傳來啊 在兜你們每一個不一樣的地方 那這個案子已經掛掉了 這個偽造文書是確定 再第二個 如果整篇裡面的偽造文書 更多的話 那這個 那就是那個數量更大 對 對不對 然後就已經完全就往我們推論的 所以圖利星光人獸的方向發展嘛 那剩下一個問題就是說 一個是圖利嘛 一個是貪污嘛 一個圖 現在法案 這個偽造文書成立了嘛 已經有了嘛 犯罪事實已經存在了嘛 剩下就是圖利也可能存在 那就是貪污嘛 貪污是什麼 就是他有沒有拿錢嘛 柯文哲有沒有拿星光人獸的錢 就會變成貪污的條件